三十九 新經報《薑絲肉反映食品安全的悲劇》 2015年7月14日新食品週刊新食評 B 十兆民賓一塊薑絲肉的真假都驗證不了 還打什麼假、扮什麼看、談什麼食品安全 這場爭論是中國食品安全的悲哀 文旦線D 劇 這場悲劇中唯一可以安慰的是 民私謀署安全問題依然保持本能的敏感與恐懼 一個成熟的食品安全體系 應該是企業基本遵將手機、監管部門確盡職守 輿論監督透明有力 文若年L 恐懼 四者缺一不可 躺藥確實存在僵屍肉 說明無良的走私行為依然猖獗 現行法律法規上不能真正地震懾違法分子 說明監管依然不嚴密 從入境到市場都存在各種流動 說明老百姓的飲食依然不安全 有沒有吃到殭屍肉只能夠運氣 面對殭屍肉問題 一方面,要徹查事件內隆去脈 吸民肉咬個交代 也吸各方一個警示 嚴謹的檢驗檢測比打口水象成深得多 也科學得多 更重要的是 從道德和法律兩個方面完善食品安全體系 對食品問題者調毒蛇斬草除根 使其從眼前消失 也在遠處無法藏身 讓如同經攻之鳥的民武運 平靜下來,從此心無恐懼 趙文斌,檢驗檢疫局公務員 所以,從今天開始開始有個 一個新艦 eve 我們有 challenges 我們會遇到 一陣子的陣子 散化